三十八 《星島日報》 《創業大時代》 2015年7月22日專欄E06頁 楊天將榮艷者是一種可怕的技術 寫作的人最怕什麼 最怕終有一天,自己搞盡腦汁 寫出來的文章,竟然可以由電腦代替 對不起,這一天其實已經來臨 現在有電腦看市場數據及資料 自動寫分析文章 完全不經人手,再進步一些 電腦更可以教作者寫作 你又知道嗎? 教寫作的電腦系統 每天分析網上最多人轉發的文章 找出選題、結構、風格、用紙、配圖的重點 得出寫作方程式 然後由寫手按方程式寫文 就得出千萬人轉載的文章 例如一篇文章以成功人事不做的十件事為題 或三百一十四次轉載 若將題目改為這八件事 成功人事和你不一樣 即使內容一模一樣 轉載也跳升至二千次 這是黃雅麗、方建橋的新書 《創業大時代》引述的其中一個創業例子 教寫作的系統由香港企業 Lifehack開發 以全香港人團隊 打造出全球每月瀏覽量如三千萬的世界級網媒 或全球千萬網民支持 正因為文章未寫之前 已經由電腦分析 絕非偶然 說不定你也轉發過他們的文章 書中還有另外七家港產初創企業的成功案例 不管你豈不喜歡電腦寫作 這些公司所以成功 正因為他們顛覆了傳統市場 另外七家企業 分別經營電照車輛、防火、妄想者態等 都是年輕人以新方法打破傳統 並獲得事業成功 叫反對者別碎了一地眼鏡 我看得津津有微 書中不但有這些初創公司的奮鬥故事 每一個案後面 家宋分析點出公司成功的關鍵 是實用的創業甲科書 看了這本書 就發現天地之大 只要有想像力 創業機會也浩漢無窮 逢一、三、五看出